你看看世界的圈子 是不是更平坦的 之前在国外在黄牛票 卖到两张二十多万台币的 漫威电影复仇者联盟4 昨天终于在台湾上映了 到四月底之前 公司会提供给员工免费的电影票 还有爆米花套餐 才过中午 员工们关电脑拎着包包看电影 原来这家公司放员工 半天假去看复仇者联盟4 在办公室几乎空荡荡 全都是为了这张公告 半信半疑 但看看公司报告栏上的公告 写着从24号到30号 只要登记要去看电影 就能有半天有薪假 评票跟全额补贴电影票费用 还加码补贴爆米花饮料 更开玩笑提醒员工 不用担心要撰写观赏心得 这种会增加工作负担的事 现在还贴得到票吗 你就好像是用Apps一圈 不然还不灭场比较有位置 来的时候听到他们在讨论 我还以为是在开玩笑 然后后来才发现 真的贴了一张公告 然后上面还盖公司的张 我才发现原来这是真的 马上分享说 你看我们公司有这个 就是这个福利超好的 惊讶的啊 然后一直觉得到底是不是真的 所以看到公告的时候 就马上拍照 然后上传Facebook炫耀一下 当然很佛心啊 因为觉得可以不用工作 真的是一件小缺心 而且是得到半天假 而且又是免费的电影可以看 票房这么好 一定要让年轻人他们去冲第一 我们就给他们半天假 然后呢 有心 然后让他们去 好好去 完美好好的放松 然后回来继续工作 会更有动力 怎么这么好 那可以告诉我是哪一间公司吗 自己请假来的 那你知道有公司放有心假 可以问一下是哪一家吗 我一去就已经跑不履厉 你不怕这段路出来 可以帮我打马赛克吗 我觉得员工应该很幸福吧 羡慕一定啊 猴心 然后蛮猴心的 小缺心 复仇者联盟系列电影 改编自漫威漫画 八年来捧红了 钢铁人 美国队长 雷神索尔 黑寡妇等超级音 复仇者联盟最终将上映 佛星老板也搭着这股热潮 给出超狂有心价 在网路上也自然掀起热烈讨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